美国电视深夜节目主持人计划在下星期之前 恢复晚间小品和独白 此前由于荷里活编剧罢工 导致这些节目沉寂了五个月 随着罢工刚刚结束 主持人又可以开始他们的幽默的谈话节目 比尔·马厄带头重返纲位 他在星期三一早宣布 他在HBO频道的节目 比尔·马厄实时show 将会在星期五重新播出 到了上午 全国广播公司的吉米法伦今夜show 以及塞斯·马耶斯深夜show 美国广播公司的吉米金梅尔现场show 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史蒂芬科拜尔深夜show的主持人都宣布 他将全部在星期一之前返回节目 约翰·奥里佛主持的上周今夜 定于星期日恢复播出 一些深夜节目的计划 还未立即是明确表示恢复 例如周六夜现场 以及喜剧中心频道的每日show 罢工期间这些节目 一直在拼请客座的主持人 有剧本的节目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回归 演员仍然在罢工 还未进行任何谈判 星期二晚上 编剧工会的董事会成员 批准了与电影公司的一份合约的协议 使得该行业 至少部分摆脱了长特近五个月历史性的停工